日前,伊朗军方在阅兵遭袭,之后发出了近年来最为严厉的警告,威胁将把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彻底摧毁。 当然,在军事专家的眼中,伊朗的威胁无疑有些严过其实,缺少核武器的伊朗无论如何,是无法摧毁美伊等国的。 但是作为中东排名前列的军事强国,伊朗也有自己的底牌。 比如说美军最为担心的各种导弹,美著名智库兰德公司之前曾做过推演,认为伊朗有能力击沉美航母,那么一旦美航母被击沉的话,后果有多严重呢? 如果伊朗都有能力威胁美航母安全的话,那么其他军事强国就更不用说了。 比如说美军在国防白皮书中明确电影在俄罗斯和另外一个东方大国,后者的反舰弹道导弹,高超音速导弹等新式武器,毫无疑问,能够对美航母造成巨大威胁。 而先进的侦察卫星,远程雷达,预警机,无人机的不断出现,就使得航母的踪迹不再保密。 从理论上来说,美航母从二战以来一直引以为豪的不败情深,确实面临巨大威胁。 以美国的拟拟资集合动力航母威力,目前美军一共服役了10艘。 这款航母的满载排水量超过10万多,能够搭载90多架各种作战飞机,包括大约48架FA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,12架EA18克咆哮者电子炸飞机,4架E2D前进鹰眼,预警机和最多30架各种直升机。 此外航母上还有超过5000名船员和航空部队成员,最后几艘尼米兹机航母的造价超过了70亿美元,而舰载机部队的成本也相距不远。 这意味着一艘尼米兹机航母的成本超过150亿美元,这还没有算大批库航舰艇的成本,如果被击沉的话损失就显而易见了。 更何况航母如果被击沉了还能再造,但是航母上的几千名训练有素的士兵,如果一同上升大海的话,带给美军的损失要大得多,训练合格的选手和舰载机部队成员,要花费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。 而且作为美国海上霸权的象征,尼米兹机航母长期以来,被美公众认为是无敌存在,如果被击沉的话,首先将中穿美军的士气,随后将大大影响美国公众的战争决心,从而可能就此迫使美军退出战争,用最小的损失达到最大的战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